毛山罗山大教不然天想异想 是否会是道教文艺复兴的征兆 天将瑞想又该如何解虚呢 罗天大教是一种用来祭祀与祈祷 高规格祈福一时 其精美繁复堪称世界之罪 同时这也是上奉神尊下渡幽魂 名阳两立功德深厚的超大型圣会 可上述至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代 作为当前道教祭祀规格最高 时间最长规模最大 内容作为丰富的教神活动 毛山罗天大教出了既生度死 既是度人的意味不言而言 用于祈求邦国安泰祈福保民 也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道教虽然讲究清静无为 但也一直在深地挖掘和弘扬传统文化精华 道教讲究即天下道人慈悲的愿力 救苦救难祈福攘灾 为不同国别和地区的道教徒 提供一个友好交流的平台 共同祈请罗天诸神下将 为天下苍生祈福 这是道教先道贵生的体现 2023江苏茅山罗天大教围起九天 仪式最主要分为斋与教 具体时间从11月27日持续到12月5日 在江苏金潭前缘观举行 值得一提的是 道教共有九坛三教祭祀天地诸神 仪式最长可持续达49天 其中上三坛称普天大教 是祭祭神明护国安民的典礼仪式 由皇帝主寺 包括天地神奇 九州土地 十方城隍的 中三坛称周天大教 是消灾祈福 护国护民的典礼仪式 主公卿贵族四职 设2400神位 包括祖先英烈 三皇五帝 孔圣打入等 下三坛为罗天大教 由百姓公司 主要是为了表达风调雨顺 众生安排的追求 以前两百神 包括圣君明主 高道大德 祖师宗师等 其中罗天大教 不仅祭祀隆重教祭场 而且是敬拜三清 四域 五星烈宿的重要仪式 要求普渡区内 用无色不遮天 并以疏果禁贡 来供养三级上圣高真 虽然师承的道法道理 一辈子看不完 但是选择特径的吉日 前往明山 伏地进行仪式 则是修道之人 不变的信仰和追求 所以无论内堂和外场 都显得极隆重壮严 弟子们则要用礼拜 宋教的方式自我静化 所耗费的人力物力不计其数 毛山罗天大教 惊献七彩香云 来看这年修真剑 最盛大的活动 感受传承千年的神秘力量 据悉 天空中突然出现 这种极强如意的迹象 是在三毛祖师 做完法事之后 不少在场的观众纷纷表示 没想到自己有机会 吸到一丝灵气 沾到一缕仙月 配合着道教音乐 道士们则不断变化 语步与踏钢斗 感觉只要一靠近信场 自身的磁场能量 就在乌形之中得到了加强 毛山 唯一中国江苏省南京市 丹阳市境 是道教上清派的发源地 以其险峻的山峰 独特的自然景观文明 被誉为第一伏地 第八洞天 前百年来 云狱承载了丰富的道教文化 这里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和传统文化 远看山势起伏 风鸾叠仗 截尔连三的毛峰高耸入云 如同一幅充满生机的画剧 实则其中最著名的是 毛山道教宫 其余道士文化 毛山禁术等 都是毛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山道教宫 是毛山道教的重要道馆 充满神秘感和吸引 也是毛山道士 修行和传承的地方 历代的文人默克 都在这里留下了传世家族 道教宫庙群 由大殿 观音阁 紫霄宫等组成 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 历史上曾拥有近三百处道院 五千多个房屋 毛山道教宫 传承了丰富的道教教义和修行方法 多次在战火中被摧毁 又多次被重建 如今 依旧吸引了众多游客和信徒 前来朝拜和参观 古老的道教文化 寺庙建筑和山水风光 都充满着浓浓的神秘气息 如今 在推动传统文化复兴的良好氛围下 越来越多的人去研究道教文化 此时的道教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时期 玄门武术 道教斋教 书法绘画 乃至是中国文化概论和道教武学 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传承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为其注入更多火力 不过道教仍然处于一个相对弱实的地位 从风水秘术到周易秘密 从占卜课一到中医针灸 这些课某都有一定的入学门槛 在文化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 急待加起 道教罗天大教祈福盛典是做什么的 修正记得特别仪式有多震撼 道教文化复兴之路还有多远 其实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中 就有宋江一心想要做一次罗天大教的情景 而且梁山重头领都是支持的 那么宋江为何要做一场如此盛大的仪式呢 研究中宋江说道 一来他是报答天地宣明眷有之恩 希望梁山的所有兄弟都能健健康康的 二来是希望 朝廷能够早日理解他们的良苦用心 顺便兄弟们这几年来犯下的逆天打罪 好让他们能够名正言顺的被招安 三来他是想通过做法事 让好兄弟摇盖早日升天 其中这第二个目的才是他安堂的真诚 因为当时梁山的一举一动 都有朝廷暗中监视 而宋江要是单方面说 自己想被招安 一来是会让朝廷觉得梁山好汉认输了 即便被招安了也看不起他们 二来是辜负了那些不愿意接受招安的好汉们 既然如此 凡是不好决断的事 就让老天来决断 借助神的旨意 堵住两半人的悠悠重口 不仅让众兄弟相信自己是上映天星下凡 而且让朝廷认识到他们不是简单的小角色 随着宋江一首策划的天降时机事件 打开了序幕 随着天象的怪异 一下子就让他的心思不言自明了 而现实生活中 上一次举办罗天大教系列活动 是在2018年 为了庆祝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由四川青城山举办 通过神职员的进行人 神 鬼 交流 沟通 集中展现中国道教界 为传统文化的发展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契机 以及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以来 所取得的新发展 新面目 来自全国各地的道教人士均有参与 共同祈福国泰民安 世界和平 众生安泰 早在唐朝以来 以罗称大教为主体的庞大的教义 就广为世人所接受 立朝君王每一封国家大事 需要诸天神明 万界圣尊 历临凡间时 均会请道士在宫中 或是名山宫冠 社坛建教齐柱 而且按照古代来讲 是需要进行七七四十九天的 只是清大以后 这种斋教活动就十分少见了 如今现代社会所举行的罗天大教 也将时间改成了九天九夜